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主持人 大家好 有位同修在網路上來問說 黨賽與政賽 政邪與畢邪 這幾個的意義是不是不一樣 這幾個是不是只是短暫的而已 短暫來阻擋這些怨氣 但是這些怨氣還是會一直存在 等待機會還是會報復我們 還是說這些怨金在職 這些怨氣經過一段時間自然就會化解 真的想知道什麼是黨賽 什麼是政賽 這位同修的問題顧問是這樣的回答 這些名詞所謂政賽 黨賽 辟邪 政邪 在賢邪來講都沒有所謂標準 顧問給他一個定義 其他人不管在應用上面 都會有某年難口有些爭端 有些爭議 所謂的沒有標準 所以顧問這樣來解釋 來解釋 所謂的黨賽 最常看到的就是我們帶著平安符 或是我們帶著義氣 因為我們帶著身上 我們帶著義氣 那義氣有辟邪 黨賽的一個功能 我們的平安符也是一樣 它有黨賽的功能 比如我的同修到醫院 住院了 被隔離了 醫生說很嚴重 還要發炎了幹嘛幹嘛 他就想到馬子說 在年初的時候告訴他 他身上一定要帶著平安符 絕對不能拿掉 那隔了一禮拜呢 自然身體就好了 去檢查 也沒有感染 可是沒事了 然後發現那個平安符 馬子的胸前就被割了一刀 就被割了一個狠 幫他擋這個煞 把他擋掉了 突然來這個災難 把你擋掉了 所以我們帶義氣 它有避邪 擋煞的作用 你去到那邊 那個義氣斷掉了 當然你避開一個車禍了 避開一個所謂的災難 我們叫擋煞 那另外我們在洪雪上面也會有 避到那個刀煞 所以我們就會拿一個什麼鏡子 來擋 叫擋這個煞 因為上面有啪都來 一直煞過來 我們就擋他 這個叫擋煞 顧問人對擋煞的認知 定義上我沒有用名詞 只是我們用這樣的例子 大概就知道了 你身上有準備一些東西 來阻擋 來避開這個災難 那個邪氣 那個煙氣 那個叫擋煞氣 然後正煞是什麼 正煞很簡單 我們在北港馬祖的 我們就拿一個北港馬祖的 家娃虎 鳥虎 我們就會貼在家裡 叫正煞 叫正宅 它是來保衛這個地方 好像有個結結 正守在那邊 馬祖正守在那邊 那頭鬼什麼來都不能進來 如果這個地方本來就有鬼 我們就請了馬祖的這個虎 貼上去 這些鬼都跑掉了 這個地方 在正守這個地方 保護這個地方 要說是很難分 我們帶著馬祖的項鍊 而且它是正我們的身體 保護我們這個身體 而且是在擋我們的災難 可是一般來講 我們的平安虎是擋煞 所以馬祖教我們的方法 說你的平安虎如果累掉了 就是它幫你擋災了 你必須來換一條新的 它就叫擋煞 我們的平安虎是擋煞 那你要一個換在車上的 那個就是幫你擋煞用的 你要注意看 如果它有破掉了 有裂掉了 你趕快要換一個 所以正煞擋煞 棍在那裡沒有標準 很多有時候會含糊 你就應該擋懂的意思 所以有風雪問題的人 我就告訴你 你去北港馬祖廟 求馬祖的那個家庫 請馬祖幫忙 貼在你家裡 你的煞氣就會被幫你震掉 而且你自己 真有皈依馬祖 活化身 有去拜北港嗎 哪有念北港的天上師母親 哪有聽像顧問這樣 教你怎麼去貼那個糊 那些工作童年怎麼樣教你的 你相信 你居然居然就可以避開 它有正煞 正煞的作用 這是顧問的一個回答 所以人一生當中 先天 可能就會有很多的恩親在職 你的命運 出自然會遇到了 那段時間遇到了 如果你身上 顧問說在看命盤的時候 你要戴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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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號就是 你要拿一個能正煞 能所謂擋煞的神物 要去求 神物的家族力 都會給你一個神符 神的符 符令 或祂的平安符 祂是來幫你擋煞或正煞的 所以你的命運當中有災難 就需要活的家族力 那就是像我們帶著馬祖的平安符 所以顧問常常講 你最好帶著馬祖平安符 如影隨身 就像馬祖跟在你身邊一樣 幫你擋煞 幫你正煞 達到那個保護 護衛你的功用 所以我們冠一馬祖 當馬祖的孩子 你一定要活活生 你要相信馬祖 要相信馬祖的活 要帶上香火 要去軟腳腳 你的行火特地被燃 因為他也是幫你擋過爐 那你必須換一個行火 你說燃過爐 過爐就是家屎 原則上是每年過個爐 當你回家要過個爐 也就是這個話 也就是我們馬祖的大話 也就這樣而來 好所以今天來問 擋煞與正煞 可是他的效果是怎麼樣 它這個效果我根本覺得就是一死 你來拜馬子來求馬子來練馬子得安樂 它可以讓你一死平安 可是真正的你就是要修行 你要破米成物 要解脫這個後夜苦的六道輪迴 你好好的修六度 好好的歸一三寶 好好的讀天上聖武經來修六度波羅蜜 然後來行徒大道學習馬祖精神來洪華立身 來利益他人來累積福報跟功德 讓自己的靈界的自然力就是靈性的自然力能提升 再加上生活的家族力自己努力的功德力三力 才能真正的改變命運 才能真正的氣死所有的煞氣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你 我們一起來歸一馬子 恩解馬子上求聖道下渡眾生來圓滿人生 我們來信仰馬祖立志這一生一定要成侯 成侯就是捷悟 然後來渡人 來幫助馬祖 戶果必明 戶果必明 來擺脫輪迴之苦 因為我們的功德 我們的福報過了 就能化解所有的煙氣 恩親在子這些煞氣 先天的三輩子帶來的 每年每年你的平安項鍊 你的平安福要去過爐 它有一個時間性的 它一定是意思的 還是必須自己來求馬祖來保佑外 就只要學習馬祖的精神 學習馬祖的教義 要成為馬祖 這才是永恆的保證 以上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儲備 謝謝大家